好 接着我们要跟各位谈的就是一个重点 功能定理 如果你这个功能定理真的很彻底了解的话 后面包括简单机械那里 很多公司都不用背 你只要会功能定理就全部都解决 叫做做工就是能量转移的过程 所以做工的结果就是能量的变化 好 做工的过程是对东西施力 让它在严厉的方向有位移 做工的结果就是它的能量会产生改变 可能是动能改变 也可能是未能改变 也可能是两个都改变 那么做正工就是能量会增加 做副工就是能量会减少 所以如果我的能量增加 就表示有人对我做正工 我的能量如果减少 就表示有人对我做复工 正工能量会增加 复工能量会减少 那么有一些比喻来表达这个现象 第一个就是钱 你爸爸妈妈给你零用钱 给你压税钱 给你钱叫做对你做工 对你做正工 所以爸爸给你钱的时候 对你做正工 你的钱就增加 你的财富增加 能量增加 可以做比较多的事情 可以去吃好吃的 喝好喝的 买一些漂亮的衣服 想要有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的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然后来把你的钱拿走了 就说用用偷的用骗的用抢的 不要你把你钱拿走 拿走就要做对你做复工 那么同朋友跟你借钱 把你上线借了200块钱 你就少了200块 你能够去做事能力就少了200块 所以对你做复工 那你的财富能量就会减少 叫做财富的比喻 另外一个是内功的比喻 古侠小说经常有个年轻人 不小心掉到山谷里 被一个老人家救起来 然后把一生的精力绝学内力 统统传给他 内功瞬间增加一甲子的内力 这样就叫做长者对年轻人做正功 然后把内力传给他 他从此就跳得高跑得快设得准 OK 这就是对他做正功 可是如果遇到一个练吸星大法的人 把他能量吸走了 内力吸走了 叫做对他做复工 他的内力就减少 从此变成落机一支 肩不能挑手 不能提 跳不高跑不快 这就是做复工 所以是用财富跟内力的比喻来告诉你 让你理解 所谓的做正功做复工能量增加跟减少的意思 好 所以功跟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一个话叫做 什么叫能量 能量就是可以对外做功的能力 什么叫做做功 做功就是能量转移的过程 能量交换的过程 功能跟人关系 做功就是能量交换的过程 然后改变他的能量之后 就改变这个东西的做工的能力 做工的能力 这个A 变 B 变 B 变 B 的反来附近讲这样的话 OK 所以 推动铁锤 推动铁锤 你推动铁锤 增加铁锤的动能 就增加他做工的能力 就打下去 就把钉子锤下去了 就把钉子锤下去了 然后能量就从铁锤转移给钉子下去 然后呢有摩擦可能损耗有热能散掉 有热能散掉 这就是 挥动铁锤一个能量的转换的过程 我们前面要打装机 把打装机的装升高 我对打装机的装做工 然后结果是增加他的胃能 然后放下来 他的胃能就下来就减少 然后打到装把它打下去 他减少的胃能就传给了这个装 然后让装下去一样可能有摩擦 然后呢升热盘变成热能 这就是所谓的做工跟能量的关系 这里的重点就是功能定理 请记住 做工的结果就是能量转移 能量转移 然后做正工能量会增加 做复工能量会减少 那么 当会就要教计算 就告诉你有两种计算方法 一个从过程来算 一个从结果来算 结果就是能量有变化 结果就是能量有变化 这就是功能定理